哈哈哈哈 你胡上了 我看你是个美女啊 胡上了 胡上了 喝着老月就跟你走 走 去 你都是美女 你到哪里去了呢 你是美女 我不是美女 你都不是美女 吐了口吐 就成了美女了 你这个也就想叫口吐了 我就不吵了 你吵我这里有什么鞭 我又吵了口吐 哎呀 不再买好笑 今天这个天气 确实是阴阴沉沉的 不太好 抱着今天晚上就要下雪了 不过呢 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大家也都期待已久了 杨阳的婚礼 马上零期 马上就快到了啊 今天我们要全部去 帮忙炸交易 因为我们这儿那个结婚 大家也都看了好几年了 就是结婚前 提前要准备很多那个 交易 或者是马蹄子 这些吃的吧 这些吃的全部都炸出来 准备很多很多 一部分 一大部分的是要送人 就是亲戚了 朋友了 都要送几个交易 都要有这个习俗吧 现在杨阳家已经在忙活了 咱们也过去看看吧 先上来带大家看看杨阳家 然后咱们从这个大门进去呢 就是浩天爸爸的这个院子了 两个房子是紧挨着的 这是浩天爸爸这个院子 从这里就可以进到屋子里了 然后再继续从这儿过来呢 就到杨阳家的这个院子了 这是中间是挨着的 这是一个小厨房进来 两边都是通子的 然后从这里过来就到杨阳的院子了 当然杨阳家的院子呢 下边也有个大门 之前咱们拍过 从这个大门进来 就上到这个院子了 上面已经挂号这个小红花了 咱们去杨阳的这个烘房看一下啊 也是挂着我们当地做的这个比较好看的这个蒙莲 看看 都已经挂号这个花了 这是杨阳的这个写红罩 写红罩大家看一下 帅气啊 然后咱们进来看一下 大的红杀罩 是帅气啊 帅气的新郎 漂亮的新疆 从上面院子下来 就到这个大门这了 这就是杨阳这个院子 然后这边就是浩天报这个院子 两边是挨着的 今天炸椒叶呢 是在下边的 在下边屋里火面 然后在外边这个生着大火炸椒叶 咱们进来看一下 人还是比较多的 都已经在火面揉面了 揉面就开始做椒叶 都是村里的一把手 小龙虎 小龙虎 给你这么进来别了个小会儿 我给你又压了 我把别中冒衣 来看看帅哥杨阳 杨阳都好久没见你了 什么感觉 新了 好感觉 是不是非常幸福 是不是幸福那一压标 来我给霍苗 来我给霍苗 咋不着 我什么不会 写冲药一下 洗衣衣裳呀 就是洗衣裳的 霍苗就跟洗衣裳没什么区别 谢谢 兄弟叫一下 不开始了 那这刀块 请那这两个杂丁 弄好了 您家 这两个杂丁 这家庭人家拿着霍苗 这个指挥家 你霍苗的高手 用过的 要是就开始 这是这个 摩提的送货 摩提的就是送货吧 摩提的就是送货 摩提的就是送货 车会就是小锤 就是这个 这个跟驴提的一样 所以就叫摩提的 你是在我 在我视频上 投学了这个名页来 我还不知道这个的 我还有 你给你学名页的 这个为什么叫摩提的 因为它这个就跟驴提的一样 所以就叫摩提的 准备切开椒叶 炸椒叶了 结婚用的都是比较标准 平常我们切的就随便起来 结婚就是必须的是 那个标准的菱形 看着是比较好看一点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发面 然后擀成片 切成这个菱形就可以了 切好椒叶 直接开始油炸吧 脚也是我们这儿娶媳妇 必备的一项大象了吧 马蹄子还有一个配套的 就是这个油鸽的 这个之前视频也拍过 这是结婚必备的 大卷子出锅了 这就是我们这里 结婚也是必备 给没人的一个大卷子 大卷子出笼了 一共25个 配上那个大交易 是给没人用的 就是这个样子了 杨杨终于快结婚了 这是我们全市老百姓 共同的一个期盼 也是咱们很多老粉朋友们 一个共同的期盼 今天把这些吃的全部炸好 也就没几天了 大家敬请期待吧